什麼事情我們都早就要再準備了 重要是這樣 每個人的工作一定要有職務代理人 那誰可以當職務代理 早就要做好 不過現階段 目前疫情這麼嚴重 黃珊珊也不會出去 因為事實上我們每個人的工作都還卡在上面 所以沒辦法 所以要處理疫情的話 黃珊珊就不會保證不會持續 不是 我們如果要做一定要有職務代理人 什麼都要準備好 但是目前階段 我們根本沒有這個打算 所以沒有找職務代理人 其實早就準備好了 有準備好 誰啊 我知道就好了 沒有 我們那個工作其實是這樣啦 每天防疫會議 我們都是 因為我們在分配工作的時候 就刻意在 讓整個團隊 不可以說因為誰不在就不能運作 那這樣陳時中如果有職務代理人 你也覺得他就可以做職務 那他講清楚他誰是職務代理人 沒有 這個東西齁 其實職務代交界也不是那麼容易 我們也使用 徐小可罵陳時中 批評陳時中結果被網軍出徵 那大家都說那之前周玉寇罵陳時中怎麼都沒有事 周玉寇有罵陳時中嗎 罵他懦夫喔 哎呦 那打是情罵是愛有沒有 你覺得這樣子會還很少民眾不能罵陳時中嗎 沒有啦 其實罵人也沒有什麼好處 這個還是務實的解決問題吧 這個還是務實的解決問題吧 很務實的講齁 修憲門檻要到四分之三 我跟你講綁大選根本就不會過 這是務實來處理的齁 除非你一開始就想說沒有打算給他過 如果你真的打算說我們來表決看看 那一定要共同綁大選啦 不然那個憲法覆決的門檻這麼高哪有可能啊 所以務實來講是 除非你一開始就想我不給他過 這個是這樣啦 除非我們要降低修憲門檻或幹什麼 所以有時候務實來處理啦 至於民進黨 哎呦 他們也變來變去啦 IG上面小編說沒有人陪你 然後你現在自由 是你的新生嗎 我跟你講喔 我可以自由講話 他們每一個都很焦慮 今天感覺到自由很增強 自由太多了嗎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沒有人在後面戳我 大家就是在我們攝影棚當中 現在全天候使用的就是 旺旺水神的抗菌液 當然我們裝在這個霧化器裡頭 就可以做噴霧清削 非常的安全 不會傷身體 一天使用好多次都不成問題 兒童 孕婦也都可以使用 哪裡購買呢 只要到我們這個快點購網站上頭 就可以買得到 然後呢